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整个曲子的丰富 整个律动 都是来自我们的右手 所以我们的右手就变得相当重要啦 在讲座我就会教各位如何练习它 除了基本的一些节奏练习之外 我还会教各位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例如重音 或是一些轻音的装饰音 我都会用143来做一个翻例 像是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三可能会变成什么呢? 音乐 这样子这样子就是 你的曲子会变得更有层次 更有丰富的感觉 听起来比较活泼一些些 不会这样子平平的 这样就过去了 所以如果想要来练习我们弹跳的右手的话 请在9月25号的下午2点 到台中无客时代 然后记得带着你们的 无客丽丽还有你们最重要的右手 有点不散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